一張張擁有流暢快感的大字 讓評審很傷鬧筋 從400多位參賽者中 進入基隆智勝獎 全國書法比賽總決賽的百人 齊聚暖息國小揮喉 以綁輸的形式完成指定任務 至少就要寫大 就要有氣勢和完整的布局 很開心啊 因為這一屆真的特別 因為他是標榜全綁輸的 全綁輸的就會變 那個臨場發揮 大家要很有表現 因為要寫很粗有點難 自己有點緊張 因為畢竟是第一次寫 難度很高 也就是我第一次參加台灣的書法比賽 對 很特別 算蠻奇特啦 因為這種比賽不常見 大部分就是那種比較多字書 這種少字書的比較少見 別於一般書法比賽的形式 讓參賽選手覺得新奇與挑戰 頒獎典禮現場貴賓雲集 主辦單位台灣制盛文化藝術學會 和中華書道學會期盼透過比賽 推廣傳統藝術 並創新文化生活 今年是從國小到長青組 全部都用綁書來比賽 學習書法不只是可以修身養性 還覺得還很療癒 而且還可以養生 延年益壽 我相信這是現代人 學習的最好的一個藝術 那麼雖然有AI 但是AI寫不出感情 AI也寫不出筆觸 所以AI也寫不出你內心的話 所以我希望人人都寫書法 拿起筆來發揚我們的國粹 發揚光大 就是要發揚書法精神 陶冶性情外也能療癒身心靈 帶有標題性值大字的得獎榜書作品 都在台灣制盛文化藝術學會的網站中 歡迎大家上網觀賞共同推廣世界獨特的書法藝術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